歡迎大家收看天羽財經sky finance 獨達情獻 蒂白華爾街 我是孫柏文 今天我想說一宗來自外國的公司業績報告 提到我們有些香港相關板塊的股票 那是哪一份公司呢? 當然是Las Vegas Sands 金沙集團母公司的報告 這則新聞我自己在彭博看到 說金沙最主要的業務一定是澳門 全世界的賭博公司 澳門的博彩是全世界其餘地方加起來 都不夠澳門的博彩收入 這則新聞說到金沙集團旗下巴黎人酒店開幕 有一個女賭神 贏了他億億 算起來是二三千萬美金 原本我看完這宗新聞 想花什麼不用理會 我看到本地傳媒和不少網友雙方撲出來說 如果這個女賭神繼續賭下去的話 那賭場豈不是大煲? 因為金沙本身的業績是順遇期的 其中一個她說為什麼會順遇期 就是因為有一個女賭神贏了他們大約一億多港元 好了 我今天想說一件事的原因是 是不是真的因為有一個女賭神在澳門橫行 就要避這些賭博或賭固呢 當然我覺得一定不是 因為你說這個統計學 統計學的始祖 應該是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歐洲人開始大規模進行賭博活動 那些年代最出名的數學家 其實都是很出名的賭徒 例如今時今日量度氣壓的單位 就是以Pascal這個字去形容 而Pascal其實就是拿法國的數學家去命名 而Pascal是一個很嚴重賭博的人 我想當年數學好的人連會計金融看這些行業 唯一出路就是去酒吧賭博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很多中國人相信賭博這件事 始終都是邪門 露偏 一定要順遲 順遲的情況下就是有一個人 很幸運的話 不斷贏你錢就要跪下 贏爆的莊 對不起 對不起 其實我剛才提到Pascal的原因 因為賭博是純粹是統計學的 如果你是用我最喜愛的哲學家 即今時今日仲在山的哲學家 我當中最喜愛的人 一定是一個尼巴亂人 而他最出名的那套理論 就叫做黑天鵝 如果你是一個女賭神出現 是不是一個賭場的黑天鵝 其實絕對不是 因為根據這個統計學 John是贏硬 一定贏 如果有一個女賭神還行 那怎麼辦呢 其實賭場就不怕他贏 其實何鵝 自己多年來都這樣說 不怕你贏 只怕你不賭 因為如果John 在長遠來說是贏硬 只要這個女賭神賭的盤數是足夠的話 遲早都會輸回賭場 所以如果你是說進行賭博活動的時候 這個女賭神真的忍不住回賭場 繼續賭的話 遲早會輸回賭場 我不知道是誰的袋子 不過記得賭博這件事純粹統計學 沒得騙的 當然了 你說沒有賭博的類別 是有機會贏的 是有機會贏的狀 尤其是做限 贏面 某一種賭法 可以令自己長遠來說 是有的 就是21點 如果是數牌 數牌是精湛 你可以贏的 當年很多賭場 知道有些人是有數牌集團 而他們引進了一個 不僅是一疊牌 不是五十二張牌 而是四疊牌 四張牌令牌數出現的 令到數牌的效用下降 令到莊家贏面提升 回到50%以上 說真的 50.01%甚至50.0001%的贏面 都是贏面 只要你賭得夠多 長數 你基本上一定會輸 所以奉勸各位 如果你覺得這兩件事奉勸 第一是作為投資者 千萬不要被這些女賭神故事 令到你覺得 豪賭股 就不能賭 你寧願怕什麼呢 就是大陸打貪 大陸中央政府突然收緊貨幣供應 令到大陸人沒有錢下去賭 這些你就越害怕 這些也是我為什麼會看豪賭股的原因 如果你說有個女賭神聖息賭場 而令到你害怕 拜託不要 第二件事 做一個賭徒 你不要想著自己有什麼神奇的方法 這些全部都是心理作用 當然不要取笑心理作用 因為心理作用這件事也很強 心理作用這件事 可能會令到你在賭桌上 會失去工作 令到你作出錯誤的決定 例如說 16時你還博牌 那些事情 在這個情況下 記得記得記得 沒有賭神這件事 賭神是絕對去求 有如龜波氣功 有如X-Man 這些全部都是賭神這件事 是歸類於這些神奇故事裡 千萬不要覺得有 所以奉勸大家 這個新年 如果你想賭兩手 沒有賭神 絕對沒有賭神 而如果你想在家裡 開當魚蝦蟹 記得 做抓換那個 因為那個 就贏了 本節目是由Sky Finance 天餘財經獨家呈獻 想知道明天有什麼好料爆 最容易的方法 In fact 最快的方法 就是訂閱我們的Sky Finance Channel 多謝大家收看